欢迎再次回来 国人应该居安思危 做好准备应对天灾人祸 李显龙总理表示 我国社区应急准备计划具有重要意义 有助于将新加坡建设成一个更加安全 更有凝聚力的社会 人民协会庆祝社区应急准备计划成立30周年 出席活动的李显龙总理表示 过去几十年 我国的社会和谐稳定 经济稳健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 以政府来说 我们各个部门都有它个别完整的应急的计划 但我希望人民也会具备强烈的防患的意识 并且懂得如何应付各种状况 如果政府和人民能够齐心协力 我们将更有信心面对灾害或突发的危机 人姐也在庆祝活动上推出了一个新的紧急应变计划 鼓励邻里之间能够守望相助 这个名为应急准备一二三的计划 呼吁居民全家一起接受紧急应变培训 每个月两次参与邻里巡逻 同时和至少三名邻居交换联络方式 总理相信这个新计划同时也能加强不同族群之间的联系 有助于社区融合 当局希望到2015年时能吸引8万人 也就是全岛大约三分之一的家庭参与这个计划